第一天 弄弄这个鸭子蛋 然后我们现在28天才可以 才可以 才可以出来 然后 然后到第25 然后每一天你要翻三次 然后 然后到第25天之后 你就不开始翻 然后你就 而且你 你还要 你还要喷水 所以不会那么热 然后让他们 让他们 让那个 让那个 现在的温度 是 差不多100 这个是 C 不是F F应该是100 这个应该 你说 你说是 是 三次 让他每个边的瘦肉均匀 然后呢 从第一天转到第10天的时候 第10天到第15 25天之中间25天 要稍微 用温水喷它 然后让那个蛋 我弄了一个地方我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温度稍微 低一点每天要做一次 我们会持续报道的 看看我们的蛋到什么程度 嗯 这是我们的observe window 嗯 那边我们把那些 先 先 弄完之后 然后过几天之后 然后我们再 我们再把它们 终在一起 把那些录像都终在一起 哦 我们可以剪辑一下 哦 剪辑一下我们的录像 嗯 嗯 这是我们的家里做的 这个东西 这是家里做的 这个东西 孵化箱 孵化箱 用来孵鸭蛋的 好吧 今天先播到这里吧 尝尝 说一下 我知道 我们还要把 把一个 一个 录像两个 录像 录像 然后再 然后再 把它们 张起来 如果你想知道 我们最后得到了 几个录像 你 subscribe我们吧 你 subscribe and like us and like us and like us yeah keep on you know keep on looking at our videos and you will know how many录像 we have finall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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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